今天用到的粉底液和隔离 我会在博客上详细分享 已经上好了隔离和粉底液 用粉底刷暂取透明散粉定妆 唇部涂抹抹唇折脸 给大家先看看两只眼睛的区别 用贝壳色眼影涂满整个眼窝 闪贝壳色眼影刷到眼窝三分之二的范围 浅黄褐色眼影涂抹到眼窝二分之一的范围 以及下眼睛 浅红褐色眼影涂抹到双眼皮的范围内 褐色眼影涂抹在靠近睫毛根部的位置 以及下眼瞼后二分之一 用闪贝壳色眼影提亮下眼瞼前三分之一处 用黑色哑光眼线笔紧贴睫毛画出自然的眼线 用睫毛夹夹翘上睫毛 这次选用的是比较自然的假睫毛 给假睫毛做做运动 幅度会更加便于粘贴 下睫毛剪成三段粘贴 这样效果会更加自然 用黑色眼线液拉长眼尾 以及填补睫毛根部的空缺 用眉笔刻画眉毛 顺着眉毛生长方向化会更自然一些 用螺纹刷梳理眉毛 让眉笔和眉毛的颜色更加融合 用线涨粉刷鼻侧眼 让鼻子变得小而挺 过度到眼窝 让眼睛看起来更深邃 在颧骨下方及塞布刷线涨粉 让脸部看起来比较小 采用斜向上的方式 刷上三胡粉色三胡 接下来进行脸部提亮 让脸部更加立体 用纸巾抿去护唇折力 唇部涂抹粉色唇膏 清新时尚的职业妆就完全了 祝美妞们工作愉快 下班了 变妆开始 先给大家看看变妆后两只眼睛的区别 用浅飞色眼影刷到眼窝三分之二 用浅赫红色眼影刷到眼窝三分之二 用棕色眼影刷到靠近睫毛根部的位置 以及整个下眼瞼 用手指赞取闪米黄色 涂抹在眼窝中部 先粘贴一整副自然款假睫毛 然后在眼尾处粘贴半副自然款假睫毛 用黑色眼线液画出嗡嗡上翘的眼尾 用散粉剪淡苹果肌的腮红 加强修容的部位 用纸巾米去粉色唇膏 唇部涂抹酒红色唇膏 嘴角这些小角落也要仔细地涂抹 变装完成了 脱掉职业外套 搭配一些小配饰 美美地去参加party吧 眼部佩戴的美瞳 来自五彩美瞳网 购买连接 我之后会放在博客里 黑发控的我 这次发色有了小小的改变 谢谢亲爱的伟轮 为我做的染发造型 如果你也想要改变 去三里屯找尾伦吧